我是被通知要自主管理 跟确诊的前助理研究员实验室都在同一栋 前中研院长翁启慧也得自主管理到18号 原定出席活动改以视讯受访 小被老鼠咬到会感染 很可能是在做这个公读的实验 翁启慧只能先假设 但传出确诊的女助理 有跟中研院的研究技师专家 专家丛进行新冠病毒实验 这位专家丛当年就是由翁启慧 延览进中研院 专家丛去年曾发表 从白匾豆摧取物中 把有效的蛋白质注入老鼠体内后 就能有效抑制新冠病毒 说起张家丛或许大家还有印象 因为SARS期间他任职国防大学研究所 当年也有P4实验室感染事件 张家丛就是台湾最后一位SARS确诊者 18年后合作的助理疑似也在实验室染疫 专家呼吁别急着猎屋也别先指责 先找出癥结点把经验当教训 扶起破网避免再度重演 TVBS新闻程序黄敬伟 李品宜SN小组 台湾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 一